全国环保机关防疫消毒大队共有4726人 穿梭在各个公共环境、高风险场所、旅馆进行消毒 维护国民的防疫安全 从去年3月成立消毒大队至今 累计清销面积达1232平方公里 即便天气酷热身穿防护衣与重达30公斤的装备 皆完成每一次的清销任务 大家都是很幸福的,就是说备来备去 就是大家穿着密不通通的那个华护衣 就是说你华护之间一定要配合上面的那个指示 有时候11点多、12点多也是要调派 当你消毒班做的话 你一定要配合我们上面的长官 那个指示叫起座 我就跟我们同学讲说 兄弟,上面我们随时刻变化又来了 大家腿比较矮,随时吊派 就是这样 最主要就是我们那个 环保局给我们最好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都不会怕 以往因为我们做一般的环境消毒都是有它一定的时间工作量等等 那这一次的时间多长了 而且它很密集 好像刚刚讲的有几个大活动 我像指考 马上短时间要去做完 或者说学校要开学 那几天内要全部学校都做完 那他们要附和很大的一个工作 所以更凸显出他们工作的附和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去想到说 那可能我们不只能一直用传统的方式 那我们必须找我们的工作的方法去做一些改善 那能不能让我们的同学在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那能够附和得了能够持续 那这个是我们也在机器上面做一些改变 所以很谢谢我们同众大家的努力 那在这个整个环境清销 我们都能够做得很好 消毒大队为了针对各种不同场域清销 拥有车载室、腹背室等喷药机器精准消毒 疫情警戒降成二级 环保术与各地方环保局 会持续做好公共环境清销工作 也要提醒各营业场地 依照政府指引做好环境消毒 公司攜手防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